Hello 大家好 我是迷你专家小薇老师 非常开心大家回到老师的频道啦 Hello 现在来聊聊什么呢 来聊聊 原来老师发现大家对于阴灵这个有非常多的错误的观念 呃 之前老师听到有一些 比较不懂事的弟弟妹妹他们说 老师 是不是有人说啊 如果我怀孕了 三个月以内啊 如果堕胎的话 是不会有阴灵产生的 老师要跟你说 你这个想法基本上是大错特错 因为基本上如果你有去过这个所谓的这个产检的话 现在的仪器啊 基本上一个月 你就会知道你的这个小baby啊 其实就有心跳了 他其实就已经充满了生命了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了再拿掉 都算是有阴灵的产生 所以常常有一些人啊 像参加法会的时候 有些师傅就会跟你说 你身边有阴灵等等什么之类的 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东西是 排除掉那些骗人的 因为很多骗人就会说你哪里有阴灵等等 但是如果厉害的师傅会告诉你说 例如你腰有没有很酸 你肩膀哪里很重 为什么因为他看得到阴灵在你身上 那这些阴灵啊为什么会在你身边呢 因为我相信有看古曼彤这篇的朋友都知道 因为他即将要到人间来了 那到人间来了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或许大家有一些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把它生下来 那当然在瑞燕老师是鼓励 大家尽量要做好安全措施 真的是预防比这个超度治疗还要重要的多 那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呢 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 但因为在灵界的世界里面 他们是最弱势的一环 甚至于连你们家的祖先卑位等等 他都不能进去 因为他连名字都没有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当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你一定要找一个得高望重的法师 把它做个超度 那会最好的 那很多朋友就会问老师说 可是老师 我每年啊都有参加超度 大法会等等 但是每年大家都说我的英灵啊 还是存在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老师他就说 当然像老师自己如果本身有做法会的话 都是一对一 大家都知道我们会请法师一对一 把它弄好 但是有时候也必须要两三次 第一个就是孩子的缘分跟你 有没有很深 第二个就是因为有时候那种大法会啊 一次做一千个一万个 他确实很容易会有漏网之余 这是肯定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自己啊 就是我们现在先撇除说 呃 找法师的部分 那我们自己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 能够让他更好呢 那老师教你们一个简单的方法 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啊 这些英灵啊 在你还没遇到法师之前 也可以让他有好的 威术的一个方法 自救的方法 那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可是老师为什么这些英灵会 会感觉好像害自己父母呢 其实他不是要害你 是因为他没有地方去 他没有地方去的话 他在你身边 那因为你不是他的存在 你也不是要供他 所以他有时候逼不得已 可能就会吸了你的氧气 吸了你的能量 所以让你总是这里不顺 或那里也不顺 甚至于有一种说法说 你未来有了小孩子之后 他可能还会让你跟小孩子感情不好 因为他会嫉妒啊等等之类的 但是因为以上所讲的东西 因为你太久没发现 你这孩子可能已经跟了你 三年五年十年了 他的怨气就越来越深 其实这跟生病一样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真的 早点处理掉 对你一定是好的 那当然我们平常这个 除了这基本的火供啊 可以做功能回向给他以外 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你第一个你给他取名字 当然很多人就说 可是老师我可能不知道 我有几个英明等等的 那老师只可以说 那你要反省一下 你怎么会搞到自己有几个都不知道 那比如说 你知道你自己有一个英明 或是两个英明 把他取名字 取完名字之后呢 有时候我们不是会 建桥 铺路 行善啊 然后做庙宇盖佛像等等啊 比如说你这个无缘的孩子叫做 王小明 你就帮他用 比如说我是小瑞老师的小孩子 王小明捐赠等等 那当他做了这个功德杯之后 以后大家拜拜啊等等 功德就会无限的累积给他 就为什么老师很鼓励大家去这个 捐献建庙等等 因为他累积的功德能量特别的强 那用这种功德力的方法 来帮助他做一个超拔的效果 因为这个业力是非常深的 那我们相信他业力很深 非常难以超度 所以我们那时候以南传佛教来说 才会有俗称的古曼童 来帮助他超拔脱离 那如果我们一般人 当然除了大法师以外 我要强调是厉害的 因为一般的法师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就是以做功德的方法 帮助他做功德 来给他累积功德 那有时候当然我们不外乎 就是因为超度法会的时候 准备一些糖果饼干鞋子等等 给他让他去这个超脱 那超脱的时候在做法会的时候 我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一定要切切的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说 你对不对 就离开吧 要很斩斩定的跟他说 你就离开吧 去跟佛菩萨修行去转身吧 因为很多人在做超度的时候 都会犯你的傻 他就跟小孩子说 舍不得你哦 干嘛 等等你赶快去哦 这都以一般的小孩子想说 你舍不得我就不去了 所以很多人做超度的时候 都跟他说 你千万不要想说 我舍不得你 我舍不得你 舍不得你他怎么会走 嗯 懂吗 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说 我祝福你 你赶快跟佛祖去啊 等等什么之类 这样才是对的想法 懂吗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因为现在 相信这是很多人 都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个英灵超度的问题 那你除了可以找一个 你信任的法师 功德是圆满的 德性是好的 你可以请他帮你做超度 那如果你找不到 信任的法师 未来你有机会 建庙啊 捐献 做功德 照桥铺路 你都可以用你这无缘的孩子 甚至于捐这个佛经啊 都可以替他去做功德 这都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那老师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最后老师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 预防 剩余 治疗 好不好 因为老师对于这个堕胎这点 其实是满 满 不赞成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为经济的因素 那如果小朋友出来都受苦受难 我也不希望看到这样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不要发生 好不好 那祝福大家 都能够越来越好 那其实以我们佛教徒的观点 如果你有遇到这些业障 因果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替他做更多的功德 也替你做更多的功德 好不好 那这集就说到这边为止 希望能够有帮助到大家 当然大家说要去做烟共池就回向也是可以的 但是所有的力量 不外部就要集结大众的力量 这效果才会是最好的 好不好 那这集就说到这边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领悟 那有喜欢老师及的朋友 艺人帮老师订阅、按赞 以及分享哦 拜拜